今天看到评论区有人提醒啊 说我好久没吃螺蛳粉 好吧咱们今天简单来一个螺蛳粉 准备两个美丽的小猪蹄 咱们给它分一分 先准备点小配料 然后咱们稍微来点水 一点点料酒 准备两根大葱 切成小段 然后切点姜片 然后水开后啊 咱们把这个 焯好的这些给它捞出 上咱们的小薄压锅啊 把焯好的这些 搞玩意儿下到锅中 然后咱们把葱姜下到锅中 八九桂皮香叶白芷草果肉货 还有干辣椒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来点生抽 搂出 盐 一勺辣妹子 再来点辣椒面 再来点鸡精 盖盖 小伙子咱们给它压上一个小时 给我半个手大四头包啊 八只花了二百六十多 来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换了 换了 咱们拿这 小手给它挥开 把它的牙齿抠出来 嗯相当完美 哇天 perfect 然后咱们把鲍鱼啊放到里边 盖盖给它煮上十分钟 稍微来点油 来个螺丝粉的好伙伴 小炸蛋 咱们把鸡蛋下到锅中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这个炸蛋都这么蓬松哈 我满满灯灯啊 放入包 粉煮差不多啊 给它捞出 再来点毛肚和百叶 给它烫一下 看咱们这些 小鲍鱼 给它点缀一下 小肥肠搞理 美味的猪尾巴搞理 小猪蹄 来一小片 美丽的小汤汁 搞理 螺丝粉的小木耳 然后汤料包 这个要浓稠一些 灵魂酸酸 我来的这个是加辣版的 这个是魔鬼辣椒油 辣椒油再搞里面一点点 最后来点这个辣椒油 这是我的秘质辣椒油 吃完这一碗 我大概要经历一个轰轰烈烈的夜晚 这都是我爱吃的 我都不知道该从何下手了 现在咱们的老朋友吧 小肥肠 我腰这么长 这个辣椒果然不虚 我终于知道它们为什么叫缩粉了 我终于知道它们为什么叫缩粉了 这一碗多稍微有点催我吃西莉莎 这个辣椒非常舒服 拿一个小鲍鱼 真的好酸 我洗面 我来干 Her 我去吃西饭 货极 我去吃西莉莎 小葡萄 我去吃西莉莎 我去吃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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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西饭 这里就吃西饭 可以吃西饭 这就是西饭 西饭 人家玩 西饭 我去吃西饭 我去吃西饭 你们家看西饭 还是那么辣 必须给它点颜色看看 不然压不住这个辣度 今天有点太炸烈了 再来块猪蹄 美容养颜按猪蹄一绝 哇塞 这猪蹄 这美丽的猪蹄 也被辣椒清洗了 作为一个未经世事的小男生 我有点走不住了 我觉得还是咱们拿这小饭吃的 这样才爽 稍微来一点点 摩都和北 这个辣度确实够硬啊 哇 这个辣度确实够硬啊 咱们再来一条这个小肥肠啊 大家喜欢吃了 看着吃了 有点 我不会有工作 看到汪蹄 我 我 deutsche最高超快 吃了 就是 很乱 对 太咸了 唐 吃了 太好了 吃了 吃了 太好了 这个辣度我多说有点走不住 这鲍鱼相当肉桃 贝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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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不夸张的说 这个是我今天吃过最辣的一顿饭了 最近官方有个活动叫最美家乡菜 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拿手口菜 猪肉勾鸡 这是在我们普京小超市买的一个小鸡 把咱们的小鸡先给它剁一下 我们先把鸡腿给它卸下来 小绝绝 小脚丫给剁下来 剁开 咱们把这个小鸡脖给它剁下来 把头长辣麻 还有它的小鸡 这个又是老板给我留的精品五花 因为我经常去 我觉得它一直给我备人 我不买也不合适 先把猪毛撩一撩 我们把这些五花 这精品五花也不太瘦 咱们把这五花切成小块 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墨 然后切成这种小葱花 咱们准备一块姜 然后给它切成小末 然后来点辣椒面 生抽 姜面 大料面来两勺 再来一勺花椒面 一点点醇醋 咱们先把锅烧热 热锅凉油 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热锅凉油不粘锅 然后把五花下到锅中 咱们把五花简单煸炒一下 咱们的五花简单煸炒以后 煸炒出一部分油脂 油脂正挺不少的 这玩意还真是挺出油的 接下来咱们把切好的鸡块下到锅中 咱们把里边的油脂给它舀出来一部分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调料 下到锅中 然后盖盖焖上三十秒钟 然后小火简单 为了给它们上散 稍微来点露出 再次煸炒一下 然后来点热水 然后咱们来点盐 蚝油 这根 咱们小火给它炖上二十分钟 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再来点红薯粉条 盖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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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有点不容易,终于告经了,来一块五花 说实话,今天,盐多少有点重啊 好像有点咸了,但是不严重 就这小鸡腿啊,就问你迷不迷糊啊 嗯 啊 好 哇 完美 咱们这个性感的小五花 来上来上一颗 Oh my god 这这闪说实话今天差点意思 没有炒糖闪就是不够洪亮 嗯 哇看 你看 腥腥腥腥腥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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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不吃蒜香味小一半 嗯 咱们再来上一颗小鸡腿 嗯 眼睛 这个味道不错 这个味道不是镁尾巴特样的 真的苦 aim 好 不酗 ! 可以走亮眼菜 今天最后出场的就是灵魂粉条 那块鸡肉啊 这鸡肉味道恰到好处 嗯